真被打服了,他连换两队,却五次被詹姆斯淘汰,垃圾兄弟都没他惨伟大的球员,职业生涯总会有一些球星被他踩在脚下,这就是超级巨星的统治力,詹姆斯也是如此,不知有多少球队被他打散,其实浑浑噩噩的征战了一个赛季,没想到冲出东部的依旧是他们,真是阴了球迷的那句话,东部依旧是詹姆斯的地盘, 别人想霸占还早了点,所以问题就来了,由于詹姆斯在东部长期都是无敌的存在,那么势必会有一些球星一直被他压的抬不起头,比如德罗赞和洛瑞吧,这两兄弟已经得了恐战症,季后赛一碰到詹姆斯,就不会打球了,结果猛龙三次被骑士给淘汰掉,堪称悲剧,然而,现役球员中被詹姆斯淘汰次数最多的, 并不是垃圾兄弟,而是另有其人,凯尔特人的首发内线霍福德,我们看看霍福德的职业生涯,都经历了什么吧,这位07年的探花秀,被老鹰选中后,职业生涯的第二年就碰上了詹姆斯, 当时詹姆斯还在骑士,09年纪后赛斯伦老鹰被骑士横扫,霍福德第一次抗战失败,接下来就是15年和16年,很不幸,老鹰又被骑士横扫了两次,这样下去可不行,老被横扫太伤人了,在加盟凯尔特人后,17年霍福德又碰上了詹姆斯, 这次的结果要比过去好点,霍福德没有再被横扫,赢下了一场,最后就是今年冬绝了,系列再再已经结束,詹姆斯又笑到了最后,尴尬,霍福德再次回家钓鱼,是的,前前后后总共被詹姆斯淘汰了五次,这就是霍福德的悲催经历,连续十年抗战失败,德罗战都没他惨,或许说火定以后还会继续呢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